在上个视频中,我向你们展示了许多三角形相似,算出了焦距,物体到凸透镜距离,物体的像到凸透镜的距离,之间关系的公式。 我发现这里有一个额外的收获,是根据我做过的几何关系得出来的,另一个关系可能很有用,这就是物体的大小。 或许我们在这里画一个箭头,我们把它叫做物体的大小和图像的高度,和图像的高度之间的关系式,我们已经我们确实什么都有了,我们已经算出了这个三角形,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下面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。 我们在上个视频中算出了,这个三角形相似于这个三角形,因为它们是相似的,我们可以说A比B,我们在这里做过了。 我重写一下,A比B等于A和B分别是两个相似的三角形。 直角对的边,所以这就等于这个黄色角的对边,和这个黄色角的对边的比。 所以这个三角形,因为从A开始就是这个高度在这里,现在这个高度是多少? 就是物体的高度。 这是物体的高度。 所以这是物体的高度比上。 现在这个黄色角的对边是什么? 这是图像的高度。 图像的高度。 或者我们知道,由上级视频可知,物体到透镜的距离比上图像到透镜的距离,就等于A比B,所以这个等于这个。 所以距离的比,也就是它们高度的比。 所以我这样写,从物体到突透镜的距离,与从图像到突透镜的距离的比,就是物体的高度,与图像高度的比例。 或者与物体图像的比,所以我在这里推出了额外的结论。 因为我们都在这里做出来了,我们把所有的都画出来了。 不管怎样,希望你们觉得这有用。